大家好,我的名字是李天昌 我今年九歲,在中文學上上年級 我今天要說的題目是 我的夏天 今年夏天舉了火粥兩個星期 我的爺爺奶奶住在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她有一間大的屋子和後院 後院種了很多水果和蔬菜 我看到很多表兄弟、表姐妹 我的大表姐帶著兩個小表姐和我們一起去 我無關的很開心 大表姐也帶我們去吃飯 所有的菜都很好吃 然後去文學又說 一開始我非常害怕 但是我鼓起勇氣跳了下去 我感覺我飛了起來 只有秒秒但是我很開心 聖誕姐 我還會去爺爺奶奶家 我很高興 我的演講完畢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